花40块见到了周深 还听到周深的现场演唱 小编该说不说 这是什么魔幻情况 视频由娱乐叨叨到不停 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 其他账号均为盗窃 24日 多位网友微博分享了 自己花40块 听到周深现场的魔幻奇遇 网友一 为了在这41度的北京 避暑蹭空调 花40块随手买了一张 国家大剧院书男老师的讲座 中途没想到周深闪现上台 还唱了一段灯火里的中国 太魔幻了 网友二 很幸运今天在国家大剧院 看到了周深 他真的像百灵鸟用输男老师的话说 如玻璃一般剔透的声音 非常好听 唱起歌来 在发光 网友三 北京 输男老师的讲座 惊陷周深清唱 好好听 原来 周深23日结束了白玉兰的行程后 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 在国家大剧院 为27日的演出 进行彩排 彩排中 抽空参加了输男老师的讲座 应该是临时起义的行程 事前没有任何的消息 不然国家大剧院 恐怕会被挤爆吧 去听输男老师讲座的观众 的确是幸运的 小编一点不羡慕 只是啃了两颗柠檬而已 一起期待27日的演出吧 请到现场的迷子们 一定要注意安静 不要出现应援物品 毕竟无论是场所还是主题 都是比较严肃的 记得评论 点赞转发 并关注我 随时了解周深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